昨天,凯悦召开了新手发动机 这次的主角是 凯悦首款四缸发动机点火仪式 之前在博博会看到这台399mm 四缸发动机的时候 确实有被吓到 它的尺寸真的很小 甚至可以用迷你来形容 凯悦也宣称 这台发动机是铜排量体积最小 42公斤的重量也是铜级最轻的 这台发动机的最大功率75匹 最大扭矩44牛米 压缩比高达13.1比1 很显然 这台发动机是为高转准备的 我们先来听一听声浪 要不停下高转 在现场凯悦也首次公布了 422跑车的设计草图 凯悦表示 这台四缸发动机将会首先配备在跑车422上 因为发动机很小 再加上凯悦极致的轻量化 小于160公斤的整备重量 再次让人觉得热血沸腾 这台车最高时速超过220千米每小时的数据 也让现场呼声一片 类似MotoGP造型的设计有点浮夸 车头两侧硕大的钉峰翼 让人联想到了杜卡迪的厂车 这应该只是初期的草稿 量产车要保持这个样子的可能性不太大 不过也不好说 因为321 R2的造型也很夸张 我们都知道海悦的800X已经展出过时车了 而且在这台双当发动机上会诞生更多的车型 比如今天公布的两款新车 这一台是822的跑车 采用类似321 R2的前连设计 线条非常的锐利 而且也有单摇臂的造型 再搭配短小的单边双出排气 颜值确实无话可说 街车版本的822 却和目前的321 R2有较大的区别 重新设计的车头 似乎总有点其他车型的影子 短尾车头低趴的姿势很有攻击性 高逼格的单摇臂自然也不会缺席 而这两款车都会在2022年亮相 如果按照惯例 可能会在2022年的重庆摩博会展出 凯悦还公布了基于321平台的旅行车 车架 发动机 前后避震都会沿用321系列的规格 减震形成可能会有所加长 大包围的车头似乎颜值也很高 再搭配原厂的边乡 运动旅行车的特性非常突出 而之前公布过的800ADV外观被重新设计 去掉了标志性的ADV鸟嘴设计 整个外观风格更加偏向拉力赛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款车也会在2022年应该会正式公布 凯悦的这波新车计划 估计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热影 因为不管是哪款车 似乎都是看点十足